美国太阳总署 这次邀请了世界上80多位中学生 到美国参观太阳神17号发射的行情 本宇的李坚宁同学也参加了这一次的访问活动 李同学您今天刚回来 您是不是谈谈这一次参观活动的内容 好不好 这次太阳光活动主要是 你看太阳神17号的发射为主 还有冬月球 还有他们回来是主要的活动 另外的话就是附带着有台湾各大学 还有美国有名的研究所 您是不是谈谈这一次参观活动中间 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尤其是关于太阳神17号发射的事情 您说明一下好不好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12月17号那天发射 台湾学17号发射那天晚上 我们只是等了两个多小时 每天发射的时候 整个照射的概念比较像白天一样 而且声望就是声音很大 然后就是 胸口都传成共鸣的现象 而且他走得很快 所以在大石上有那种 就说不出的感觉 觉得很感动 这次访问活动是每一个月的时间是吧 没有 两个多礼拜 两个多礼拜 那么在这一趟访问中间 您谈谈您的收获和感想好不好 我收获也是 在访问之后 我就认为 在开工科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而且 也就是说 超级的研究有这么大的科学 因为我们是真的 这两个研究的研究 就是 我们是说学习有的 让我真正确的感觉到 而且 在我个人来讲 这一切令我大家要念科学的意思 是 你什么礼物 现在 这个地方就是 像 庄泽有送我们的 看 一个片 它是以 中央 这个是地球的一个 这个模型 旁边这一次 是科太空学画的 这个 新疆 好 他也要 请一大学来 送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 原来是有的 然后就是 每位 参加的学生 都有一位 乐球员 有小快乐球员 你们带回来 不是 他来不及了 别送他以后会送来 今天非常谢谢您接受保论 今天非常谢谢您接受保论